重慶和南昌 是兩個都特別能吃辣的城市 這是他們的相同點 但不同點呢 是重慶吃的是那種香辣 南昌吃的是鹹辣 對吧 還是有不同 這跟你們的愛情是一樣的 就是有共性 也有異性 而現在我們要解決的就是 你們的不同 太多了 多到我看不到你們 相似的地方 比如說很多的觀念性的問題 在女孩看來 房子是租來的 但生活不是 在男孩看來 現階段 東西可以是美麗的 但生活不是 所以如果你們不能夠理解彼此 找到對方的心理契合 就會有很多的問題 女生跟男生說幾句話呢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就是這些原則性的問題 導致你們的矛盾經常被激化 而她呢 她是一個非常沒有原則的人 她唯一的原則就是她的溫柔的氣質 她的溫柔就是一把刀 可以隨時化解你們的矛盾 也可以隨時讓你的矛盾更加地血淋淋 我不管你說什麼 反正我就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對吧 所以你們兩個現在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都是向好的方向 但我覺得男生最重要的一點是 不要動不動的 就說我要回重慶了 在你的心底裡 你覺得在這段感情當中 你為她付出了很多 她是欠你的 所以你們在很多情緒爆發的時候 你都會把她拋棄在那兒 一個人要走 所以是不平等的 可是我告訴你的是 她不欠你的 你做出的所有決定 都是你自己內心的感受 你在為她付出的同時 你也享受這樣的快樂 所以沒有誰是欠誰的 你們要先把這個平等的心理對等起來 然後年輕人 在一個都不屬於你們的城市 彼此的包容 接納 磨合 祝你們幸福 謝謝 剛才我聽你們兩個 在說一些你們生活當中 很瑣碎的一些事情 包括吵架這件事情 更多的我聽到的是 就是互相不理 我們說的叫冷戰 誰也不理誰 生氣唯一解決的方式就是 我也不理你 你生氣了呢 你也不理我 好像就是這樣 對 每次就冷戰的時候 我就說我會重新 她才會理我 你是不是覺得 我來就是為你來的 所以說在你的心裡面 你就覺得這個女孩 我付出的永遠比你多 是 我承認 其實剛才左老師說的 我特別贊同 就是你們兩個愛情當中 沒有誰欠誰 因為她沒有逼著你來 是你自己要來的 你當初下了那麼大決心 說我一定為你好 我什麼都不要了 朋友我也不要了 我直接來了 然後你就 你就該欠我的 是這個道理 不是這個道理 是你自己願意的 還有我是覺得 女孩你千萬不要指著說 男生會把你的心思 揣摩得那麼透 特別是一個年輕的男孩 更多的是要和他溝通 你們兩個誰也不說話 誰也不說話 就這麼冷著冷著 兩個心就越來越涼了 換一種吵架的方式 哪怕我們當時把話說得很醜 很激烈 很傷感情 那也比 永遠我不說 讓你猜我心裡面搶的是什麼 也比那樣搶 因為一個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另外一個是消耗著彼此的熱情 彼此的耐心 最終 漸行漸遠 好 謝謝 好 謝謝鄭老師 來 山大老師 兩位其實在感情當中 都屬於那種極度 最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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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t's too late to try to go contain it A generation fueled by creation We live lives on a small screen nation We control the airwaves, no negotiation I refuse to think we need saving Something good will come from creation And when we think that the world is too anxious We'll adapt, evolve, survive, and save it What keeps you up at night?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We were built to thrive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What keeps you up at night?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We were built to thrive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Oh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Sick of dealing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it wrong You got me like Oh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Sick of dealing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it wrong Oh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Sick of dealing with the old plan Sick of dealing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it wrong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Sick of dealing with the old plan 却没有足够的坚持的理由 一个说要分手 也没有太充足的分手的借口 我听过女生说分手是因为男生背叛 因为男生不负责任 因为男生有各种不良的嗜好 我还从来没听说过 哪个女的因为男生要分手 是因为她抽烟的 不光是因为抽烟 然后主要还是因为一直吵架 然后就 但是你却把抽烟这个理由 说在了其中 因为我觉得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不用说了 你可以找很多种借口分手 却没有必要躲躲藏藏藏藏 甚至你可能内心在说 我特别希望男生主动说提分手 那么对于我来说 就真的是全身痛快 一生轻松的 其实男生到南昌去 在我看来不是奔着爱情去的 男生去上任了 这个职务就是男朋友 但是在你这儿看来不是正式录用 而是适用 试试看 看看这个男朋友行不行 所以他是去找家了 你是过家家了 你不要说你从重庆到南昌 好像你付出了很多 任何轻率之下所做的决定 都没有什么太多的精神负担 如果是长相厮守三四年 又热爱工作 又喜欢他 几番纠结之下 忍痛割爱 去了他那儿 那确实是一种慎重的决定 那是一种伟大的付出 但你不是 我猜你在重庆混得也不怎么样吗 你要在重庆做得好 工作干得好 你不会一个月之内马上说去就去 那说明你对工作也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 所以你也别觉得自己有多委屈 快也好 慢也好 轻率也好 慎重也好 总而言之 你们彼此之间的这段感情太浅 你好好读书 毕了业再说 你回家就找工作 他的将来还有无限的可能 他还没毕业 而你呢 你重要的是工作 趁此机会彼此分开 你好好工作 你好好学习 如果真的忘不了彼此再说嘛 如果一分开彼此就相忘于江湖 那就分了吧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图老师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其实到认识里到现在已经半年了 我一直很认真的在对待这份感情 我只是希望你平时能多理解我一下 然后平时也可以为我分担一下事情 我不想这么 其实我能够感受到就是 你对这份感情的珍惜 其实我也挺认真的 虽然半年时间不长 但是除去那些吵架的时间 其他时候我觉得我俩还是挺幸福的 我觉得未来的日子还长嘛 我们还是可以改变对方吧 请亮灯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来来来 来 我们见证 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在爱里等着你 被你疼惜有种安逸 在梦里全是你 不要再质疑 来 谢谢了 没能来 好好打磨去吧 谢谢你们 请回 他们俩这个幸福之路 一定会还很长 因为除了需要 某何所谓的情感之外 还有太多的生活习性和习惯 都需要磨合 总而言之 如果说这段情感能让他们成长 结果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